这都是防弹钢板 这就是T80坦克的机舱盖 你看这个大概有个三公分这么厚 其实防不了什么穿甲弹 T80坦克 世界上第一艘燃气涡轮动力主战坦克 从1976年量产 至今仍在服役 然后跟你们说说这发动机 看分几大部分啊 这是它的液压系统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AT的自动变速箱 然后这是它的冷却系统 这是它的发动机主体啊 这发动机你看起来好像很大 其实特别小 其实就这么粗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装配了燃气轮机的坦克 它就能产生一千匹马力 当然特别费油 T80最大的特点就在它的发动机上 它是涡轮发动机 拆装很容易 40分钟就能直接换一台新发动机 而且俄罗斯地域辽阔 它有很寒冷的地方 零下三四十度甚至更低 柴油机几乎无法启动的情况下 T80可以快速启动 那个是什么 这边上那个大的 这是它的燃料油箱 这坦克上到处都有油箱 到处在能放油箱的地儿都放了油箱 因为它费油 对 坦克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 又如何驾驶呢 对体重270斤的270来说 最难的其实是这个 你看多小 多可怜 有要求的地方 看着啊 看着啊 太挤了 看是身轻如燕 什么叫身轻如燕 灵活的胖子 灵活的胖子 我得把脚放得离合气里 天呐 看没干净 当作战的时候 开坦克的时候 是这样 我还得往下做 盐丝合份 差不多了 但是 看见了吧 你如果幽闭恐惧症 不适合开坦克 开坦克一点都不难 把它开走 毫无压力 但是 你如果做正确的转弯 对 正确的跃仗 要稍微有一点技术的 这儿 这就是坦克的油门 这个是挡位 这是它的方向杆 左转 右转 刹车 离合 踩住 拉手刹 一键启动 400度 四百五 六百 七百 没到八百 没超温 发动机涡轮的温度 如果超过了八百度 发动机涡轮的叶片 就会产生裂温 就有可能造成发动机的损坏 本地旅区 温度回落 启动完整 诞生于冷战时期的T-80坦克 同其他武器一样 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最大体现 苏联的武器在武器的发展史上 是占据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包括到现在有很多武器也是延续了苏联武器的一些生命历程 我俩联武器的 我俩联武器的